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秦子乐园 今天小猪佩奇和乔治拿着硬币来饮料贩卖机买饮料了 他看了看,选择了中间的按钮 掉出来了好多食玩和玩具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米奇和米尼的崎岖蛋 上面有唐老鸭和他的女朋友 上面还有海的公主 然后这是玩具的种类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个呢 这里面有一个彩色的崎岖蛋 好期待啊 里面有美味的巧克力 出现了 是橙色和绿色的崎岖蛋 会是哪一位迪士尼人物呢 好像是一只叫费加罗的猫 背面是玩具的种类 有米奇还有米奇还有各种迪士尼的人物呢 你们想要哪一位迪士尼人物呢 这一次我们抽到的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黑色的猫 是图中的 是图中的这一只 是图中的这一只 限定山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上面有一只吃肉的狮子 打开之后 里面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糖果 让我们把糖果装到盒子里 原来这是一个糖果鸡呢 然后我们要来开始游戏 首先是小猪佩奇 哦 这是一只狮子 咬到了一只刺猬的脸 它好可怜啊 接下来 小猪乔治的运气怎么样呢 太棒了 是一张笑脸了 那抽到了笑脸 就可以得到美味的糖果了 乔治的运气太好了 乔治说 这个糖果鸡 有四张不同的脸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 使狮子在吃肉 第二张 使狮子咬到了黄鼠狼 放出了臭屁 然后是咬到了刺猬 那只有最后一张脸 才会出来糖果呢 佩奇说 这个糖果鸡好有趣啊 我也要来吃美味的糖果 这个糖果鸡太好玩了 他要把它介绍给爸爸和妈妈 贩卖机还掉出来了一包 哆啦哩梦的软糖食丸 这里面有哆啦哩梦的秘密道具呢 赶紧打开来看一下 14个哆啦哩梦不同的表情 这次钓出来的食丸都和表情有关了 软糖的弹性好大呀 这是一个笑脸的哆啦哩梦 看起来好美味呢 那我要开始吃辣 这个是葡萄口味的 好好吃啊 乔治的这个好像是很生气的表情呢 乔治一口就把软糖吃辣 好开心啊 那今天小猪佩奇买食丸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看的食丸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